回头来炸 我们先把我们的蒜酥的部分 先把它做好 好 来 来 这边蒜酥 你看蒜头又分了两样 这边是生的蒜头 这边是生的蒜头 可是这边我要下锅来炸 好的 蒜头不是用炒的 用炸的 它要有一点油 你要把它炸成蒜酥就对了 好的 好 红葱头也下来 一起来炸 这些油味很香 对 而且这个温度要很小心 蒜头会老 要很小心 好 炸这个过程中 这边留了一半 那为什么这边不一起下去炸 其实这两个味道 形成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口感也会不一样 炸过的蒜酥 等一下碰到我们的酱汁 它会变成糊化 是 我们这个生的蒜头 它基本上遇到水 它也不会糊化 所以你又可以吃到 绵绵的所谓的蒜泥的味道 又可以吃到蒜酥的 所谓的脆脆的那种蒜头的味道 好香 味道出来了 对 好香 味道出来了 对 好 所以留一点生的 炸这个蒜酥 其实记得 它最重要还是要把它水分炸干 如果水分没有炸干 它就是蒜头 像现在这样 如果你直接把它捞起来 基本上 就是水炸跟煤炸是差不多一样的 所以一定要把这个水汽 完全完全地把它去除掉 它就会变酥脆的 对 好 这样还要好几分钟吧 差不多 很快的 因为我们的量不多 很快 是 好 这边在一边炸 我们这边也顺便来做调味了 是 好 好 这边准备我们酱油 油要调味喔 这样 调在这边 等一下再回冲过来 调在蒜蓉里面 对 这是什么 酱油 对 没错 酱油 好 然后 我们的米酒 好 这个手法我倒没看过 胡椒粉 是的 胡椒粉 好 是的 我学你们当师傅的 弄一弄它就不会扒锅 好 那红葱头一样是一定要下来炸 红葱头的香味跟蒜头的香味 结合之后 冲到我们这个生蒜上面 三种味道结合在一起 在吃这个酱汁的时候 你再咬蒜头 或是在吃这个面线吸收酱汁的时候 都会有不同的层次 所以温度要等到它泡泡都没有了 对 不是全部都没有了 因为现在锅子还有一点点的 鱼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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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所以炸这个也是满快乐 鱼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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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蒜头会快乐 我第一次听 炸蒜头会怎么快乐 嗶嗶姐她有语病 她说鱼肚子 鱼肚子 那这个也是很快乐 但是我跟你讲 蒜头是吃下去才对身体 有那个瓶子的感觉 对啊 瓶子 大蒜精啊 你光闻到你就鱼肚子 就鱼肚子 鱼肚子 很早刚刚我有提到这个是 像我们所谓的衣食同源 蒜 姜 葱 其实我们都常常吃 那吃下去才能鱼肚子 有光看到闻到你就鱼肚子 可以 有看就会是鱼肚子 对啊 这么厉害 这这么厉害 每次看白看了鱼肚子就好了 不过去看鱼肚子 看一看就好了 好 那现在蒜酥的位置 香味出来了 你们可以看看 是 变成金黄色 漂亮 好 你还记得 我们菜单的名字叫什么 火手千金 对 这个就是小黄金色 对啦 千金就在这里 然后虾就是火手 对 这个就是千金 对啦 然后再来送吉祥 也可以送快乐 有没有 然后送愉快 好 然后把我们这个蒜酥 再把它放下来 好 倒进去这样 对 漂亮 这样好像也可以酸什么东西 这个像我们在餐厅里面 不管是蒸龙虾或是螃蟹 或是我们在沾豆腐 炸豆腐也是很棒的一道料理 是的 好 这样把它调好之后 里面我们有一个酱油了 还有一点我们的胡椒粉 所以这一缸里面 它有一半的蒜酥是炸熟的 有一半是没有炸的 对 没错 好 加入一点点糖 因为我们有酱油 它本身有一点咸味 所以我们要加点糖下来 这一锅主要都是油 好 来 刚才我们煮好的这个面馅 包好的虾子在这里 我们直接把它淋上来 对 然后再去蒸吗 对 再稍微蒸一下 原来如此 好 那这里面有酱油 有蒜酥 有那个所谓的红通的香味 这真的叫做画龙点睛 真的 这个虾的虾头一红通通的时候 多像一条龙 那在龙上面再给它做文章 所以铺了好多的黄金 是 当然了 过年期间 到它发了 到它发了 佛手千金 对 好 来 这个时候 我们把它放到我们的锅底来 蒸去蒸 对 我们的水已经都热了 对 这预留一下 好 因为我们的面馅是熟 虾子其实它差不多在六分钟 就很快熟 芝瓜也很快 对 所以总共我们就是给它六分钟 但是必须是小火吧 我们先把它滚起来 滚起来之后小火 没错 滚起来之后小火六分钟 而且冰冰姐 好 我们郭泰王很厉害在哪里 知道吗 它用那个面馅用六分钟 所以让那个虾子不会很熟 刚刚好熟 而且因为虾子就被那个面馅 包在里面了 有保护膜 没错 所以不会太老 对 好 虾头的部分我们稍微给它炸一下 是 那就要再烧一壶的油 对 好 刚才在炸蒜酥的时候 怎么不能顺便把虾头炸起来 好问题 冰冰姐在里面有很多的 所谓的蛋白质 虾脑 虾脑预热的时候 它会渗透出来 出来油脂的外面 所以你炸过虾子的锅子 下面会有一层所谓的 所谓的那种黏着的东西 是 你沾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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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沾 直接上一点粉 我们刚才有罩 加了一点点原把 对 这就是ììì' 刚刚就问了嘛 这样浸浸地让它待着热 会油爆 等一下 C exactamente 现在不会 它现在已经有上了粉 有化妆了 没错 有化妆 这就是太白粉吗 对 太白粉 太白粉 才不会太厚 所以我们要下锅来炸了 水分记得一定要把它滤干 是的 好 好 那在这个时候 还是不要靠得太近 因为它还有眼睛的部分 眼睛也会爆 对 因为眼睛它是属于一个真空体 它预热的时候它会一直膨胀 好像气球一样越吹越大 冻它就会爆 那我们不能刚才在处理虾的时候 就把眼睛先剪掉 也可以 可是为了美观 我们不希望再把它剪掉 是的 其实反而在炸虾子的时候 你油是盖过它的面的话 这样反而会安全 是 因为它油爆的时候 它油点爆的是在油面的下面 这会比较好一点 是的 比明姐不能剪 这样就瞎眼了 对 真的耶 就瞎眼了 瞎不能没眼喔 没错 瞎了没眼 所以你看它知道叫什么 它叫明虾 有很光明的眼睛叫做明虾 所以它的意思是说 它就吃这个眼睛才会很软 才会软软 明虾 虾子我们这样一直要 那个要更酥脆嘛 更酥脆 时间还是不够 那这个虾的料理 这样一虾两次 这个像老婆 妈妈或是小孩子 吃这个 老公就吃这个 就变变变了 所以用一个比较大号的盘子 有小盘子它就没有Q嘛 就没气质了 因为这样就有大盘了 用一个大号的盘子 然后就用一些 非常吉祥的柑橘类 你看 牌这样多像龙 有没有 我们古装的 对 皇帝的龙袍的花样就是这样 龙袍花样 你过年期间黄色其实是很级密的 是啊 是啊 就黄袍加深啊 对 好 好 这样 因为我们刚才有点圆巴了 就直接这样子 就可以把它们来下锅 来把它排炭 好的 这个在铁板烧都是压轴 对啊 压头都是压轴 以前是那个日本料理 甜虾的撒西米 没错 这头都剁掉 后来有点觉得 这个头不要丢掉嘛 是啊 好给我们吃嘛 对… 对不对 好 这样排炭 好的 蒸好的这个丝瓜虾 我们就要放在上面 好 好 音乐时间也超过十分钟了 对 一下快手 接着我们要来做烧油的动作 烧油 什么叫烧油啊 对 我们还有一个香油 我们要把它烧一下 好 香油比较香 对 好 我帮你开火 这样子油会不会太 那火会不会太小 火候 真的啊 不会 等到这边拌到 对啊 真的 好 有一点油烟上来的 基本上它温度已经够了 好 好 好 经过差不多四分半钟 五分钟了 我们来看一下 有什么贵势呢 好 你看 烟花贵 变色 对 你看烟紫色的 你虽然你我们的钟情鲜 看起来是好了 对 而且非常年载 没错 很漂亮 郭师傅 你怎么这么厉害 怎么这么厉害 整个都漂亮起来 不 要说 郭师傅 你很漂亮 好吃 好吃 她说哪有意思 不 要说她 不是说她 很漂亮 好 好 然后我们把它放上来 好 那我们这个 葱花 把它放上来 是的 这样就更翠绿了 这一套真的漂亮 漂亮 你真的有一套 你真的有一套 我们过年买衣服到底买几套 你真的有一套 让全场惊讶的料理手法 即将公开喔 把它放上来 是的 这样就更翠绿了 这一套真的漂亮 漂亮 你真的有一套 你真的有一套 我们过年买衣服到底买几套 你真的有一套 这就是你刚刚 只有香油喔 对 为什么要只有香油 因为一点点 我们就可以增加出它的香味 你看 有听到声音 听到声音 就用香油的热度 把那个葱直接 把葱花给煮熟了 对 煮熟了 好特别喔 那个香气 对 扑鼻而来 好 再炒上一点 这个真的会饱足 而且下面的一个所谓的汤汁 如果你觉得面线不够的话 还可以把那个汤汁弄上来 再重新拌个面 拌个饭 非常好吃 那你第二个你放的是香菜 对不对 对 香菜再放好 这个就已经好了 对 这样就好了 秀一下 秀一下 你看 外面马上有很多记者要来拍片 来 各位朋友 这个非常棒的年菜 就是佛首千金宋吉祥 今天第一道黄金年菜 佛首千金宋吉祥 利用油炸 将虾头炸到金黄酥脆 而那油亮的蒜酥 更是香气逼人 最后又因为将热过的香油淋上 让葱花和香油的香气 更加凸显出来 而这道菜的主角 名虾和面线 不但有吉祥长寿的象征 更拥有名虾的Q弹 和面线的细滑口感 最后再搭配上清脆爽口的丝瓜 让这道料理绝对称得上是 餐桌上的顶级年菜之一